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步马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韩国的经典奇幻电影《奇怪的他》 影片的主旋律是围绕着爱情和亲情所展开 那《奇怪的他》也是被翻拍成了不同的版本 中国的《重返20岁》也是根据此片翻拍得来的 吴默顺是因为70多岁的老奶奶 她性格古板而且脾气暴躁 经常和家人发生矛盾 在家里,吴奶奶的子对头便是自己的儿媳妇 因为三观不同脾气不和 两人一言不合便会激烈的开战 终于在一次争吵过后 儿媳妇被婆婆欺病入院 那为了家庭的和谐 也为了母亲和妻子都能过上安生日子 儿子决定要把母亲送去养老院 这无疑让吴奶奶非常伤心 一想到自己70多岁了搬去养老院住 没准最终还会死在养老院 就感到沮丧与绝望 这天她来到一家照相馆 打算给自己拍张遗照 给儿子孙子留个念想 但没想到的是 这家照相馆有着神奇的魔力 快门暗响的那一刻 吴奶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 二十几岁年轻时候的样子 而那家神秘的照相馆也凭空消失了 变成了小吴的吴奶奶自然不敢回家 她改了名字 租住在了自己的追求者条大一家里 在一次老人聚会上 小吴即兴上台给大家演唱了一首歌曲 温柔空凌的嗓音 让台下的老人们顿时如痴如醉 热烈的掌声也是经久不息 而这一切也恰巧被她的孙子给撞见了 孙子是个对音乐怀有极大热情的人 多年来她一直靠组建乐队街头演出的方式 为自己的音乐梦想努力着 听过小吴的歌之后 孙子便被她的嗓音折服了 想要邀请她担任自己乐队的主唱 然而她并不知道 眼前这个看起来与自己差不了几岁的女孩 其实是她的奶奶 经不住孙子的再三请求 小吴奶奶终于答应加入乐队 并且在她加入之后 乐队的街头演出也越来越受欢迎 她们赫然成为了一支明星乐队 与此同时 老人突然间凭空失踪 也让家人感到焦急不安 她们怀疑吴奶奶是遭到了绑架 而朴大爷更是把矛头对准了 突然冒出来的女孩小吴 迫不得已为了自证清白 小吴奶奶只得对朴大爷说出了实情 原本就爱慕吴奶奶的朴大爷知晓实情后 更加隐藏不住自己的心意 两个人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 然而在外界看来 这却是一段妥妥的老少恋 飞翼和白眼顿时铺天盖地的涌来 自尊心极强的小吴奶奶 只得离开了朴大爷家 无处可去的小吴 被之前认识的帅气导演收留 而这位导演也早就被这个奇怪的女孩所吸引 而小吴奶奶面对如此英俊又多金的男人的追求 也不免心惊摇曳起来 偶然的一丝受伤 小吴奶奶发现自己流血部位的皮肤 会恢复衰老状态 这使得她更加珍惜自己的青春 同时也愈发努力的去追求音乐梦想 谁料在专场演出的当天 孙子却发生了车祸 被送往医院紧急抢救 为了完成孙子和自己的音乐梦想 小吴奶奶还是站上了舞台 完美地演唱了孙子所写的歌曲 演出一结束 小吴奶奶疯狂地赶往医院 却得知孙子的性命垂危 而医院库存的血量也已经不足 明知流血会变老的小吴奶奶 还是决定为孙子输血 而孙子的父亲也就是吴奶奶的儿子 却执意不肯让他这么做 原来他早就认出了母亲 对母亲满怀愧疚的他 希望母亲这一次可以为自己而活 而吴奶奶还是决定要挽救孙子的生命 数血后的小吴又变回了吴奶奶 即使满头白发 即使满脸皱纹 但是他也从未后悔 因为在他的心目中 家人永远是最重要的 日子一天天变得好了起来 吴奶奶的孙女接替他 成为了乐队的主唱 而吴奶奶与儿媳妇的关系 也日渐缓和 只不过失去了爱情的吴奶奶 总觉得心里某个部位空落落的 终于有一天 朴大爷再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不过眼前的这个朴大爷 已经变成了年轻英俊的帅哥 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朴大爷变年轻之后 是否还会上演更加有趣的故事 也已经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爱和信任 在这个家庭里面早已深深地根植 等待他们的是幸福和快乐 那么好了 本期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的话就给不满点个赞 欢迎关注科幻饭 第一时间获得更新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